我以前不知道黄真是谁 但是一听他写的那些歌 我普通就归下来 沧海一声笑的曲子一响起 快意恩仇 生死气阔 沧海桑田 以笑绝尘 男儿当自强的曲子一响起 胸襟百丈 眼光万里 铁骨铮铮 热血重天 当年琴的音乐一响起 兄弟义气 手足之情 千言万语 都在歌中 千语幽魂的曲子一响起 人鬼殊途 痴痴梦幻 哀而不愿 万般柔情 青蛇的曲子一响起 晚转千长 痴情挂肚 摇曳声姿 流光飞舞 不得不说 黄瞻简直就是百年难遇的奇才 黄瞻一生所创作的词曲 不下两千首 几乎都是经典 且获奖无数 黄瞻除了有才 还很好色 他有多色呢 黄瞻在中学时候就爱惜小黄文 他不仅喜欢欣赏美女 也欣赏美男 每次与张国荣见面 他都忍不住会上去亲上一口 更是直言 张国荣太帅了 我忍不住要亲他 黄瞻除了有才好色 还很狂 在林青霞获得金马影后那一年 徐克黄瞻林青霞同在酒店吃饭 黄瞻一时兴起 在白色桌布上画得乱七八糟 在徐克和林青霞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黄瞻就拿起打火机把桌布给烧了 所有人都不懂黄瞻的举动 唯独徐克懂他的狂放 懂他的疯癫 但是狂放不尽的黄瞻却有一颗爱国心 1982年 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 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 激起了黄瞻的愤慨 于是他和王福林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 当时这首《我的中国心》响彻华夏大地 激起无数海内外华人的爱国之情 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2001年黄瞻确诊患癌 三年后这位乐坛传奇人物 语世长辞 在黄瞻去世的追悼会上 楚刘湘的主题曲作为背景音乐 单曲循环 这就是黄瞻 聚散有时 风光无限 莫到人间少鬼才 且看天堂多鲜悦